11月5日,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举办论坛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香港表示 中美贸易摩擦是关乎中国发展的问题 为应对长期摩擦,中国需坚持不放弃发展的底线 我想我们该认识的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贸易产 不是针对贸易的 是针对中国发展 林毅夫个人判断 中美两国间贸易摩擦短时间内或将长期存在 中美贸易战大概会持续多久 我认为只有到中国的经济规模 是美国的两倍的时候 大概就不会摩擦了 林毅夫指出 为应对长期摩擦 中国需坚持不放弃发展的底线 我们将尽量保持双边可以坐下来谈话的空间 但是底线是什么 底线是中国的发展 绝对要坚持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保持定力 然后做好自己的事 那自己的事是什么呢 坚持改革 坚持开放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还是利用中国自己有的发展空间 发展条件 那么 维持 一个高质量 比较快速的发展 林毅夫认为 从供给侧的技术角度看 2030年前 中国应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 但最终实现的水平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需求侧 但他相信 2020年到2030年间 中国经济可实现6%左右的增长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在30%左右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